好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读马太福音16章 马太福音16章是马太福音的最大章 因为这一章充满着这个启示 充满着启示 那当然都是关乎耶稣的 那不只是耶稣 也关乎到后面所有的很多的启示 我们今天从15节 15节我们读到20节 好吗 15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冤啊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 耶稣主妇门徒不可对人 他说因为时间还没到 就是还不要自己 那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谁呢 耶稣 那他是怎样的一位呢 耶稣在这个盖撒利亚 菲利比的这个境内 耶稣先问他们说 人说我是谁 那很多人说他是先知 或者是他是甚至以利亚 最伟大的先知之类的 但弟兄姐妹 其实耶稣并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他 可是耶稣会非常在意 他的门徒已经跟随他的一段时间了 那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 所以耶稣问他说 你们说我是谁 那弟兄姐妹感谢主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今天主也一样问你 你说我是谁 那也许你会说 主啊你就是一个医治者 因为我得到医治 主啊你是解决我困境的神 你是怎样一位 那弟兄姐妹 耶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 他说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知道基督这个字 特别是讲到受高者的意思 那这里讲到 耶稣是基督是受高者 那意思就是说 他是就是旧约先知里面 所说的那一位大祭司 大君王大先知 那弟兄姐妹 这一个基督是何等的丰盛呢 基督是大祭司 那做我们的宗宝 那第二个 他是大君王 他为我们征战 保护我们 也供应我们 这是大君王的职份 那耶稣第三个职份 是大先知 就启示 启示 那让上帝永恒的计划 能够建立 能够显明在 我们这些人的身上 好叫我们能够知道 知道上帝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认识神 认识耶稣是有两个 一个是从 耶稣的外表来认识他 那一个是在启示的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非常的重要 那你对耶稣外面 耶稣会行神迹 所以人家说他是先知 那弟兄姐妹够不够呢 也是很好 但是不够的 不够的 你还需要有一个 就是启示中来认识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是基督 他是弥赛亚 他是神的儿子 那弟兄姐妹 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启示 是从天上的父来的 所以彼得的认识跟其他的门徒 一定是不一样的 那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需要这样子来认识 但是我有点想说 为什么彼得就知道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彼得是非常在意耶稣的 在跟随耶稣的这三年多 他不是很完全的人 其实他有很多的毛病 但是弟兄姐妹看见 他是非常在意我们的主 那弟兄姐妹 感谢上帝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对耶稣基督 不但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我们也要对耶稣基督 有一个主观的敬礼 那就是要从天父来 给我们的启示 让我们成为一个 真正有福的人 主与你同在 我们一起祷告 祝我求主把智慧和启示 赏给我们 叫我们可以真认识你 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 今天行在你的光中 行在你的启示里面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